今年受到了新冠病毒疫情影響 全臺各地施打流感疫苗的民眾 都明顯增加 雙北地區 多家大醫院疫苗都打完了 各地也陸續出現疫苗短缺的情形 機關署已經協調 提早疫苗供貨 以及增加配送頻率來應應 邁入秋冬時節 民眾捲起袖子施打流感疫苗防疫 但全球新冠肺炎 威脅仍居高不下 全臺不管是北 中 南 各地 民眾接種流感疫苗 比起往年更加踴躍 以高雄為例 五號開打至今三天 已接種十六萬劑 比起去年成長四倍 創下史上最快記錄 衛生局評估 存量恐怕撐不到十二號補給 八號趕緊啟動配額調控 醫學中心每天限額一千劑 一般地區及醫院則是四十劑 那衛生局為了確保疫苗在這一段開打的時間 那各個醫療院所都有疫苗可以進行接種 因此在昨天也啟動了疫苗的一個調控的配額的措施 比去年大概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這個施打率 像我們現在一天平均的施打量是兩千一百多支 今年公費疫苗總共六百零三萬劑 自費疫苗 一百一十五萬劑 寒冠率一月三成 而今年前三天 全台公費流感疫苗 已經接種一百二十六點三萬劑 比起去年的八十一萬 成長五成五 昨天有緊急要求 我會舉手他們還有這個醫療院所 他們這個用的量 他能夠盡早地補上去 因應民眾接種踴躍 扣除六號前已配送的兩百五十九萬劑 疾管署八號再配送四十二點六萬劑 預估二十一號前 會再提前配送一百八十四點二萬劑 到時配送量達到總量的八成 而雙北各大醫院 包括新北的淡水馬街 亞東 新光醫院等 也陸續出現用光情形 台大亞東則十八號獲得補發 恢復預約施打 此外 台中市三十家衛生所也決定 國慶連假首日 全數家開門診提供服務 建議各地民眾要前往各醫療院所前施打 先電話洽詢 以免白跑一趟 記者日中與陳憲坤 陳昌維 台北高雄綜合報導 再次回到 再次回到 感谢观看